而另外要看到在屏東 在屏東的Delta群聚員當中 最後兩名確診者現在懷疑說 很可能是在6月26號 更案14905 當時他們搭乘防疫巴士 來移到集中檢疫所的時候被傳染 因此車上還有另外19個人 原本是被隔離到7月6號的 現在隔離期要延長到7月10號 當時我們可以看到 有其他被隔離者 就曝光了內部的影片 說這隔離巴士 這個防疫措施實在太鬆散了 因為隔離者可以看到 居然是前後座 距離這麼靠近 甚至是沒有隔板 還可以互相來聊天 想到有人可能因為 搭上這個巴士被染疫 覺得可怕 被匡列的方山隔離者 搭上防疫巴士 都在用手機跟親友聯繫 隔離者排下車內狀況 雖然隔壁有空一個座位 但前後卻沒有隔開 距離很近 加上車上沒隔板 當時屏東已經爆發 Delta病毒防疫措施 是不是太鬆散 Delta變異株群聚案 因為有被隔離者陸續發病確診 因此6月26號 從防疫旅館 轉移到檢疫所的防疫 巴士車上有22人 15163跟15184 被懷疑染疫跟14905 同車有關 因此其他19人 就算二彩因隔離期到7月6號 又延長到7月10號 而且這些人已經解隔離 回到方山又再度被召回 其他車上的當事人 想想就覺得恐怖 民眾質疑專車防疫措施 並一株 縣府又把跟14905同車的民眾 延長隔離期限 但卻爆出防疫沒想像中嚴密 也讓人憂心解隔離返家的人 會不會又成為防疫破口 記者張春華評論報導 民眾味 根本正嚴密 管治維 小波 再欣賞